一个残酷的现实是 你辛辛苦苦学的技术分析 很可能和随机的买卖 没有本质区别 因为有太多的实验证明了 交易市场里的大多数人 和随机乱案买卖键的猴子 没有太大的差异性 大家看这张图啊 我们如何去解读这个结构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完美的下降趋势 以及一个标准的W仅限突破 那么突破之前呢 它这里还形成了一小段 筹码积累的这个箱体 那么突破之后呢 还有一段教科书般的上升三角形 包括这里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这种支撑阻力互换的一个结构 这里 这里支撑阻力互换的一个结构 那如果我问你 这是一个纳斯达克还是说 China 50的K线图 你可能看不出来啊 只是会觉得它的走势啊 非常的经典啊 那如果我告诉你 这张图里其实是没有任何真实的买卖啊 也没有任何基本面甚至没有任何人类的参与啊 它完全是由代码搭建的一个虚拟的市场 由十万个零智商交易者交易所产生的教科书般的行情啊 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离谱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购利啊 最近在交易上的一个赢家啊 给我分享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啊 就是起初他是看了一本杂志啊 那么杂志这个原作者呢 他阐述了一个观点啊 就是 当然他个人认为是是事实啊 就他个人认为是一个事实 不是观点啊 就是说大多数炒股的人啊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看 也可能是也可以是炒外汇 也可以是炒币啊 都一样啊 总之就是大多数做交易的人 其实都很烂啊 就是买了卖啊 卖了买就跟扔硬币是差不多的啊 完全就是浪费钱浪费精力啊 但是这些人呢 在这个金融市场又是必不可缺的啊 那么正是因为大家随机的这种乱买乱卖 才会让交易市场自然的形成了 这种所谓的支撑阻力啊 包括这些复杂的K线形态啊 所以技术分析 你说存在吗 确实存在啊 但不是说因为大家很聪明 也不是说因为大家的群体共识 而是因为大家都太随机了 而少数赚钱的人 恰恰是最需要大家的这种随机性的啊 那么再说直白一点 就是市场里那些让你亏的 想砸电脑的技术形态 都是因为绝大多数交易者 蠢的跟随机制塞子是差不多的啊 就是这种随机性的结果 反而意外的造出了这些所谓的心态啊 它跟什么群体心理学 交易心理学 什么市场结构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因为它本质是大量随机交易行为 在交易规则下自然涌现出的价格阻力结构 就是很自然形成的 即使没有任何科学的理性的存在 也会造成这些形态出现啊 这都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啊 是一种数学的结果啊 它是一种痕迹啊 跟什么呃 这个乱七八糟的各种理论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它只是数学上的痕迹啊 呃 那么原作者除了这些看起来非常决绝的这个结论之外呢 呃 它还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啊 来说明这种情况啊 呃 那么按照我个人的习惯呢 我必须是亲自去验证一下的啊 但是因为我的这个个人的信息来源有限啊 可能存在其他人的个人的主观主观的理解啊 所以对于实验的结果呢 我这里可能会偏向于原作者呃 原先的这种既定的结论和他的理解啊 这个我必须得提前说一下啊 好 首先呢 我们来做这个实验啊 就是呃 是为了证明形态是数学的 它不是心理的啊 那么就必须剔除掉所有的心理学的因素啊 所以我引入了经济学里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 就是零智商代理人啊 那么我这里是定义了一些 呃 交易者啊 他们是没有贪婪 没有恐惧 也不看什么MACD 也不懂波浪理论 不懂禅论 不懂ICT理论 他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啊 就是像扔硬币一样随机的去报价 随机的去买卖啊 那么如果连这种零智商的 随机交易者 交易出来的结果都能够产生形态 那么就彻底排除了人类心理学 在金融市场的必要性 以及它的解释性啊 对不对啊 好 现在我按下这个 按下这个运行的按钮啊 那么就像上帝制骰子是一样的啊 为我们随机的生成了一万条完全的这个随机的买卖的交易记录啊 注意啊这里是靠写代码跑模拟跑模拟得出来的 所以接下来你看到的都不是我个人的一种观点啊 它是一种现象啊 好 模拟结束了啊 我们再把这个形态给大家看一下 好 就是这里啊 呃 我再跑一下啊 表示为了给大家讲解啊 这个意思 好 模拟结束之后 呃 我们看看这个这群傻瓜 它交易出了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啊 那么请看屏幕 呃 包括我在多次运行 它也是一样的 它形成的都不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曲线啊 而是走出了明显的这种有 有盘整 有趋势的一种状态啊 那么特别是右边的这个黄色的图啊 那么链花里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volume profile啊 就是筹码分布啊 我们看这些呃 红色的虚线 不知道大家能能不能看到啊 这些虚线啊 这些线就是所谓的这个价格统计上的数学上的这个 支撑位和阻力位啊 那么如果让我们个人的主观的去画支撑和阻力位的话 其实大概率也是会分布在分布在这个volume profile 给我们画出的这种呃 线条之上的啊 大概率啊 那么为什么随机交易也能形成这种支撑和阻力呢 这里我们就要引入第二个核心的概念 就是市场微观结构啊 那么在真实的交易市场里 它价格它肯定是不是靠这个意念来进行移动的啊 而是靠order book的堆积和消耗啊 那么哪怕是随机的这种下单 随机的这种买卖 那么订单 它也都会在某个价格附近 偶然的形成堆积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order book里面 它有这个maker和taker 也就是挂单的和吃单的啊 那么挂单的就像是在 就像是在 就像是在 弃这堵墙 而吃单的就像是在砸这堵墙啊 那么当随机生成的这个墙 这个墙啊 太厚了 那么价格就会自然而然的 在这附近形成一定的支撑和阻力啊 也就是我们会看到价格在这个附近 会形成一种震荡的呃现象啊 所以所谓的这个支撑和阻力啊 可能只是概率分布的密集区 它不需要阻力护盘也能够形成啊 它不是说因为有什么呃 假想的这个天降阻力在护盘 也不是说因为散户有心理关口啊 它仅仅是order book 在时间中堆出的数学结果啊 正因为大家随机的乱买乱卖啊 才会让order book 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这种结构啊 好 那么我们 我们接下来再 呃 我这个没画好啊 这个我也不打算花时间去画 因为我是想用代码把这个形态画出来的 呃 我们就不画了 我们就主观的去看一下啊 好 我们进一步观察一下 这个呃 随机曲线交易之后的一种 结果啊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是一个学习过 价格形态的交易者 我们看这张图能够看出什么 会解读出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是不是首先就会看到 这一段很明显的这种上升趋势 以及这一段很明显的下跌趋势啊 包括这种趋势转折之间的这种 这种M顶啊 我这个画的不太好啊 M顶以及这种支撑与阻力互换的这种结构 是不是都能看出来啊 以及这种比较明显的下降三角形 包括这里这种所谓的这种箱体的2B啊 还有这种贼字形态啊 这都很多很多啊 包括这种的这种隧道也好啊 通道也好啊 不管你怎么叫啊 这种都是大家脑海中非常熟悉的这种形态啊 包括呃 我相信啊 如果我只要我运行的次数足够多啊 不是这块 是这块 只要我运行了这个次数足够多啊 运行个几十次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更为复杂的 比如说这个 什么茶杯带饼啊 螃蟹形态啊 蝙蝠形态啊 我相信都是会出现的啊 那么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荒谬啊 就是一个用随机的乱按买卖键的一种机器人模拟出的市场 竟然能够画出和真实的股市一模一样的形态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我这里借用一下其他人的话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形态 说到底都是支撑线和阻力线的延伸组合啊 这种杯柄形态 比如头肩顶啊 头肩底啊 这些都不是说是很神秘的藏宝图啊 而是订单在价格附近 不断的积累 不断的反复消耗后 自然形成了一种痕迹啊 痕迹啊 所以我这里引入第三个概念 就是幻想性错觉 我们的大脑进化出来啊 是为了在丛林里发现老虎 提前发现危险的啊 所以当你盯着一堆随机的数据看久了之后 你必然会看到其中的这些规律啊 这是必然的啊 这些规律会和你脑海中既定的知识形成连接啊 那么说形态它是真的吗 是真的啊 我们都看见了 它确实满足我们脑海中假定的一些规则啊 但这是不是代表了人类交易的群体智慧 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心有灵犀的达成了共识 又或者说是不是代表了某种深奥的 不可言说的 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市场规律 都不是 真正的原因就是一句话 不是说形态有多么神奇 是人太多 订单太杂 形态只是时间的数学痕迹 好 那么这个小实验就做完了啊 我们得出了一个可能会让部分人难受的这个结论啊 就是交易市场里啊 那些让你亏的想砸电脑的技术形态啊 其实根本不是 它背后并不复杂 不是说什么群体心理学 也不是什么市场规律啊 就是没有这些很复杂和很高大上的结论 在背后支撑啊 而是因为绝大多数交易者啊 蠢的跟随机的扔骰子是差不多的啊 就是这种随机性意外的造出了这些图案啊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 即使在交易者完全随机的情况下 形态也会出现啊 那实际上就证明了 根本不需要博弈心理学 就可以解释这些形态 好 那么这就是原作者他想表达的一种观点啊 但这种观点包括这种结论 对于我来说 这种冲击倒也还好啊 因为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说 呃 原作者他的结论也好啊 他涉及了某种实验也好 他并不是要证明 人很聪明或者很蠢啊 而是证明 在市场的这个大数定义面前 人不重要啊 那么就是分析是不是完全没有用了啊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啊 就不是说没有用啊 但你也不能说他很有用啊 我们要客观理性的去看待他 他只是市场留下的一个脚印啊 就像是我们反复强调的 他是一种痕迹啊 我觉得痕迹这个词用的就非常的好啊 就非常的客观理性啊 就是一种痕迹啊 就像是这个我们说雪地里啊 这个冬天了啊 很多地方都下雪了啊 就像这个雪地里的这个脚印啊 能告诉你 这里有人来过啊 能告诉你这条路上 可能有老虎 有狮子走过去啊 当然现在呢 可能更多的就是 可能会有野猪啊 还有小松鼠之类的啊 但是他不能告诉你具体的是 什么时间来的 什么时间走的 以及最终产生这个脚印的生物 最终走向了哪里 还有他还会不会回来啊 那么这些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我们只是知道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有这么一个痕迹 好 最后我再说 我再说最后一句啊 就是做这个实验啊 他不是说为了否定技术分析啊 不是否定大家的心血啊 就是我想原作者 他初衷也不是这个啊 而是为了给部分人去魅啊 就是很多时候 你不管是你所谓的坚信的这种M头啊 W底啊 包括很多所谓的各种复杂形态啊 包括这一块可能还有一点 有点小小级别看的话 可能还有一二三法则 不管什么样的理论啊 他可能只是大数定律下的一种巧合啊 那么作为一个量化交易者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代码啊 去验证统计学上的统计学上的优势啊 而不是说对着这个图表 做看图书画的这个艺术家啊 哪怕就是说市场是随机的 我们也要做那个能够尽可能算清楚概率的人啊 这样至少好过像猴子一样随便的买卖 那么呃 这里再引用一下其他人的观点 呃 市场上真正的赢家一定是那些能在这种巨大的偶然性中 找到微弱的统计学上的数学优势的人 好 我是阿沟利 这期视频如果对你有启发有帮助 请不要吝啬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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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